玉里正代表会第22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进行期政长施政报告及各科室报告一程 才刚复职15天的政长龚文俊感触良多 有感谢也有对玉里政治生态乱象的批判 还有团队内部造谣抹黑现象的反攻之行等 将近一个小时的施政报告 反倒向式提起演说 玉里正代会第22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今天正式开议 主持会议的副主席林彩因恭喜政长龚文俊复职 也勤勉代表会同仁理性问证 首先恭贺我们的龚政长 海燕招写得以复职的主政 本期知道代表同仁尤其都一体相接着 执行跟政长团队沟通交换意见 所谓双方因本着理性问证诚实专业回应之行 唯有双方互相尊重才有兴趣 财康复职半个月的政长龚文俊感触良多 在市政报告中有感谢 也有对玉里正政治生态乱象的批判与展望 但是我们已经既得在脸书上也回应 他们讲的也回应 但是他们总是断账起立 我想这些人很不应该 当然这些人是一些少数 但是我不希望这些少数破坏了议理的团结 尤其那么多年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次我文俊个人思法的问题 可以看到我们过去 有多任的政长 多任的议演 是怎么样被害下去 这些都是我们的政治精英 也是我们议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人文自保 但是被害成怎么样子 我希望那一双谋舍 未来没有什么在南霸天得爆 未来只有一个 玉里正公所跟代表会 以及跟爱护玉里正的相亲朋友 各议长 我们一起努力 让玉里能够更好 再者对于玉里正 包括一文中心诊件 安通温泉泡脚池围管经营困境 龚文俊深入剖析 此外对于公所团队内部人员 恶意抹黑造谣 龚文俊反攻自省 大刀阔府开闸重罚重枕纲计 让公所团队如怀胎十月斑脱胎换骨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传言 甚至于丢一些有心的科士 既然刻意的要去让代理政长 要去让他丢脸 甚至于故意去放一些不实的消息 甚至于挑拨科士的对立 我想这一点非常的不应该 我想这些同仁希望 现在应该要很快收手 那么我们是只是不愿意 让同仁不能安心在公所事事 但是这一些我们也请 这一些有心的这一些同仁也好 外面的人士也好 能够正本轻言 将近一个多小时的市政报告 镇长龚文俊有批判 有感叹 有感谢 更有展望之外 也特别指出 目前已经委托专业人员 剥划玉里镇四年一起的政策发展纲领 让玉里镇如玉活凤凰般 再现崩华 记者是玉兰 玉里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